新北市美術館園區將在4月15號正式對外開放 文化局也特地推出一系列活動 包括像是邀請金曲歌王、許富凱 跨界跟新北市交響樂團合作演出 還有野餐派對、進百場工作坊 等著迎接民眾一起走進園區 任時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願感染你的氣息 金曲歌王、許富凱演唱國寶及歌後 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 預告他將在4月15號的新北市美術館園區開放 當天要與新北市交響樂團跨界合作演出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美術館前演唱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然後重點是因為歌單 我們也是絞盡腦汁想說要怎麼樣 可以讓大家會喜歡這些歌單 所以我在跳歌單的方面 我就挑了一些比較耳熟難想的歌曲 可以讓更多市民喜歡我們的歌這樣子 這個堪稱新北最大的盛會系列活動 要開放新北市美術館第一期戶外園區 及園頂藝術空間 將推出展覽、音樂會及野餐派對 讓民眾把生活與藝術完美結合 我們希望把園區美麗的風景介紹給大家 讓我們的活動能夠提出來 包括我們每週末會有三場的大型活動 演唱會有我們的野餐 還有我們的市集 還有親子同樂等等的一個活動 希望大家能夠來參與 讓美術館戶外空間的開放 能夠吸引更多人來參加 第一期戶外園區佔地超過十公頃 新北市文化局表示 這裡擁有獨特的河岸生態景色 希望透過園區的開放 結合地方產業特色 活路鷹哥地區的觀光經濟 接著我們收看新北報導